潘兆聪,好报在线 好了,来到第三节的时间 第一支签是我们公司 Hotbase808究竟发展会怎样呢? 来到的朱年,我是很紧张 我记得有一年说到我这些机器 是很大问题的,结果真是 其实到现在也是 好 是三十三,三三不进 是否好意思呢? 仍然是大年初一的凌晨时间 其实这些凌晨时间大家也不会睡觉 因为要手续 也可能是去看电视 或者准备明天八年的事情 没错,我们现在很忙 又要看你们节目 又要说到我了 很紧张 究竟我们来到808Hotbase的签是怎样呢? 安定了 是中平的 好,三十三签 师傅 真的有点恭喜你 是吗? 是吗? 暗藏神的疑机 什么呢? 这个签很有趣 又是跟你这些机器有很大关系 啊? 糟糕 这些机器有很大关系 这些机器有很大关系 也就是暗藏 哎呀,你公司那些机器 又是这些? 真的搞了两三年 不是这些坏 那些坏 不知道搞什么 确实是这样 但是又可以的 所以不分南北与西东 就是整个部门 你怀揚到我坏 我借过你那些又可能不见了 不知搞什么 仍然是这样 所以Eric 麻烦你熟读menu 是啊 如果不是 你对应不了这些签 搞不定 那时候你又要露道 可能真的 找装置来解释你 那也是这样 纯粹是这样 没什么特别 就是说 总之你搞定了 不贱贵 贱贱通通 就是聘众 他们都是不分南北与西东地来的 yes 我们就是全世界网络的朋友 对 所以loading 压力就越来越大 是啊 很容易理解 笑到死了 那也好 如果没人看我们 那个loading 可能不用很多的时候 那会更害怕 没错 不过 预计了别人打来 哄悲我又看不到你 又听不到你 你搞什么 那也好 起码他们有多关心 对 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发生 我们这些机器上的事 预计了 你给我们多多巴咸 多巴咸 多巴咸 没问题 下来还有四个生肖 然后就是这个 熟什么呢 熟猴的究竟多好呢 好 接着跟猴的朋友求签 66 恭喜熟猴的 上上签 好棒 好棒 嘩 真是的 所以没得说了 猴和猪有少少型 但这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要用什么方案 来准备你今年的经会 是 这个刚刚有个生肖 我不太记得了 那些就要向外 现在你就不能走 所以熟猴的男女 最重要的是 乖乖地留在那里 即是说 无论你打算去外国 读书好做事都 留在那里 不要随便去 移动你现在的所有东西 又是今年新闻好 所以 其实每个生肖 都有一些 有些是 你是把握到机会 你没问题的 门难起 气势雙雙 这支签又是 又是逃花签 有机会 又是可以 支援逼合 支援逼合 所以最重要的是 把握到 乡邦和外方 如何平衡它 乡邦当然是自己的门口 外方当然是对方 如果你是做外贸生意 那你一定要做 但是又不需要 完全靠它 找手自己现在的门口 对的 对的 搞定自己门口 门口 这是给猴子最大的中谷 对的 所以一定的运气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 熟鸡的朋友又如何 好 鸡连 鸡连的朋友是20 熟鸡的朋友是如何 是否姓林姓正的熟鸡 我记得姓林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是 是吧 不要理会是谁 甚至姓正 姓林姓正 那些 那个女士 哎呀 下下签我 不能说 可能真的要有些 菩萨有些东西跟你说 没错 炎子灵灯吊台 这个签有些可以告诫你 也是可以安慰你 一生心事向谁论 闭加火 即是说 里面有很多东西想做想说 但是不知道谁听来 很反映到他的情况 是的 他可能想的东西 不是那些人想的东西 但想做就做不到出来 那怎样好呢 向谁说话呢 十八摊头雪雨军 惨了 那么多复复杂的东西 我怎样解释给你听 尤其是被人骂那位 你又撤销什么 你又那些螺丝又不合格 那些 那你就更加了 我怎样解释给你听 因为后面的故事太复杂 当然 有些事情他都可能控制不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你说得对 虽然这么说 除了那位女士之外 所有熟悉的人士都应该这么想 你有心里面的压力 有些难堪的话 你就要找机会向别人解释 当然了 死说没用的 你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出来 所以世事尽从流水去 功名富贵等法律 你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去做事 你应该先解决矛盾 然后你再去进取 所以支签是大忌急功近利 又好像在说 套大喜功 对吗 对 对 所以千万是熟悉的朋友 拜托拜托 如果你是为香港福气 就好好地看自己 眼前自己的脚前 对 没搞那些医疗就好大喜功 起一条桥那些 对吗 富有港 对 所以阿鸡朋友 你真的 无论你做生意读书都好 你真的好好地做好你的生意 读好你的书 你不要想着 无端百事可以考第一 无端百事有个客战 你一定要先处理你自己的问题 我不是针对你说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以为我针对你一个 是的 我们是对全世界熟鸡的人说的 没错 记住了 记住了 好 回来我们看下一位 九年 三十五签 三十五签 鸡就说完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官是熟狗的呢 哎呀 鸡狗都不灵 哈哈哈哈 下下签 真是弊加货 为何会这样呢 狗的就是在九年坐太岁 有好有不好 但如果这样看 这支鸡都是有些难堪的 为什么呢 这支鸡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看起来好点 但里面就无语对银缸 又是好像刚才熟鸡那支鸡 十八摊头雪雨军 我怎么跟你说 这支鸡也是无语对银缸 我对着你没话可说 因为我吃硬 我吃招吃得很重要 哦 即是说 无论你是在公家做事 或者你是自己和自己做事 都是有一些要捧的事 不过这支鸡有一个好处 就是熟狗的男女 因为王超军禍番 这个禍字很重要 如果你肯面对一些陌生的事 翻嘛 翻鬼就是陌生的事 你就会能够和其他 所以现在我们香港很多 大陆移民 如果你是熟狗的朋友 去处理这些移民的话 你就是等于和人番 哦 是不是 那你就能够反而 利用到一个机会 去照好他们 那也没说不妥的 那一般人来说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 反而我们就学番语 番方的东西 OK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自己 守城 枯死自己 所以去和外地人 或者和我们不一样文化的 即是文化差别的东西 那些东西 那我们就没事 所以呢 虽然这支签 门女团女事事相 也是好的 就是说呢 外表很好 当然你是很辛苦 因为你处理那些 都不是和你想法的东西 当然有矛盾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 即是无遇对人 即是不懂去处理它 所以这支签 是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是 最重要是你明白 如何处理问题 即是危中都有机的 对熟狗一方就对吧 是的 所以最重要 当然 尤其是越农男女 里面 确实是会反复的 随了半途分断去的 更加说 拍拍下拖突然间 不说话 走进去 那你就不要伤心 慢慢抽回它 总之这个危机一定会出现的 OK 好 那希望你可以 在这个危机之中 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了 最后回来 就是今年熟猪的 好了 最后是猪年 今年 是不是真的犯太岁呢 得到的签是69 哎呀 为什么鸡 狗猪 练一下下 真的 难道今年熟猪的 是对太岁 冲到井 是的 我也在想 真的要明确地 告诉熟猪的朋友 第一件事 就是物俗贵而 所谓的俗贵而 就是说 追随那些 很有名气 很有钱的人 借助别人的 掌勢 千万不要 因为明朝 仇敌也相除 即是分分钟 大家反袋 即是说 熟猪的朋友 第一件事 就不要憑外表去判辩 这个是不是好朋友 你是要从他的行为里面去看 所以呢 这支签叫酸旁斗志 即是说 你醒我都不爱 所以 如果你一味 做外表去判定 这些人 是应该要跟的 那些人 不要根据你 就不能了 你就错了 所以你犯太歲 有机会 估计自己太高 或者估计人家太低 那你呢 明显 那头是兄弟 跟着又是明朝仇敌 又有相随 随时跟人们翻桌 那这个呢 就要很明确地知道 就是说 我要选择朋友 选择partner 又好 或者是拍拖都好 那你就一定要 从行为里面判辩 斗志 判辩这个人 我应不应该 要投放些时间 那个成本下去 去跟他做事 所以熟猪的朋友 这个范太歲 很警醒 嗯 不要看外表 对的 所以呢 都放心 虽然那些 所谓的下线 就是连续都说的 其实真的不是等于不好 只不过呢 文武二代 是给了一个启示 你怎样 将危变成机 很多时候都是的 所有不好的东西 一定是 点到死穴出来 没错 你如果不理自己的死穴 就没得够 但是你知道死穴 一避重就轻 通常可以回来的 好 没问题 希望呢 这三个部分 十二生肇 加上世界香港和808的所有事情 大家都能够迎刑而戴 没错 希望大家一帆封信 好 希望朱年大家心想事成 一切平安 谢谢师傅 行气 行气 好 预告了 明天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这四晚节目里 继续我们有好报在线 都如以往 我会用很投放大量金钱 是的 二百多元 很重要 买了几本香港的明知 十二生肇运程 同时读出来 给大家一个综合版 究竟你认为哪位师傅所说的 刚听的就买他的书 就是这样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年多集 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师的运程书里面 对十二生肆的看法 所以明天继续有我们的好报线 好 师傅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 谢谢 顺利 拜拜 拜拜